邱志偉委員,邱志偉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處理,請許天才委員發言。 請許各位同仁,大家午安。文彥委員,許天才等十一人有建於兩岸ECFA簽訂之後,造成台灣人才大量流向中國。 根據國安會的研究報告顯示,截至2010年底,在中國大上海地區的台灣人口已經高達70多萬人,其中大部分是屬於高科技的科技人才及高階的管理人才,預計台灣的人才吸盡的情況將隨著中國十二五計畫的展開而會更加嚴重。 整體環境在吸引不了精英來台,又造成台灣人才不斷外的情形之下,如何留置人才或使活力,以現行的產業政策跟移民、薪資等相關的法規制度有密切關係。 必須加以檢討、改進,建行行政院成立跨部會流財、攬財、專業小職,並引以整體性的因應計畫,是否有掉進口公爵。